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再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話這麼快 又再一個星期了 又到了超人Z的體後感時間 承接上一集的故事 當超人Z打完怪獸之後 上空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月光碟 原來又是這隻海賊宇宙人巴洛沙西人 這次就是上一隻海賊宇宙人的弟弟 叫做巴洛沙西人這隻嗎 這群巴洛沙西人恐怖在於 他們母星有9999個兄弟 所以其實他們是很多隻很多隻 詳細介紹就看回第十集的解說片 這次看來打算是想向超人Z報仇 上次一代目的星優就是外島孝一 而這次就是關智一 即是配過G高達道門 以及Grenfire 然後還有一大群超和拉打 以及收卡掛人的配音員 這次開打之前 他就已經拆掉了 一落地又弄傷腳 不過之後很有氣勢地說出台詞 例如 Ki de odoroke 和 Hade ni ikuse 這幾句說話是不是熟口熟臉呢 話說關智一曾配過海賊戰隊的道具聲效 於是不禁令我想起海賊戰隊的Hade ni ikuse 而Ki de odoroke 就想起獸電戰隊了 今次巴洛沙西人就不像阿哥一樣用劍 而是拿起Metsuboros殘留的機械爪 今次目標就是想搶Belialogu 不過當他碰到把劍的時候 Belialogu就釋放出閃電 於是就連同超人Z一起全部被彈飛 接著Belialogu就問Baloxa Sejin同樣的說話 你得到我會想做些什麼 Baloxa Sejin就回答他 他的目標就是四處搶奪寶物 總之誰阻礙他搶就消滅誰 他又想用Belialogu去得到整個宇宙和寶物 接著Belialogu覺得挺有趣的 就跟著人家走 還使出了招式Final Break去攻擊超人Z 就是兩下劍氣交叉型攻擊對手 這招跟海賊戰隊的Final Break是一模一樣的 誰知道打到中途Belialogu又不聽話了 Belialogu覺得Baloxa Sejin的攻擊太無聊了 於是就變重不讓他用 接著超人Z由於上集的戰鬥時間用得七七八八 於是能量耗盡消失了 但Belialogu依舊插在地上 接著還留下了一句 只有我想斬的時候才斬 然後就飛走了 鏡頭一轉就拍著Jagula 貪玩的Jagula看來很想得到Belialogu 不過Jagula原來有認真查過Cerebrou 接著傑花進來跟蛇倉隊長報告 由於上集的戰鬥 特空機三號被大破 而特空機一號就送到博物館做展品 於是只有二號機的Windom可以用 接著Belialogu原來還可以縮小 還飛到一個商場裡 於是Jagula打算趕到現場 在醫院留意的姚輝也走到商場 當然Belialogu也跟著他 於是就變成三方運戰搶給Lialogu 最先到達的Belialogu想拔劍 但還是拔不出 然後姚輝也趕到現場 這個時候Belialogu用的武器 就是Galatron Mark II的斧頭劍 接著就開始人類Size等身戰 本來姚輝是靠敏捷的新手佔上風 不過始終Belialogu沒有武器在手 所以姚輝也打不過他 接著Jagula亂入戰團 原來Jagula很喜歡這一把 不理黑暗定光明 而且非常任性的劍 Jagula打算用武力去修復Belialogu 而Jagula用的是蛇心流劍法 誰知道Belialogu也同樣貪玩 於是暫時又被Belialogu用他跟Jagula戰鬥 這個時候Belialogu說的XXX 就令我想起電王的Momotaros 一輪劍術的激戰之後 Jagula也算是贏了Belialogu 他正打算拿起Belialogu的時候 Belialogu又問他想要他來做什麼 Jagula就回答他 其實他對這個宇宙變成怎樣就沒什麼興趣 也對黑暗和光明沒有興趣 他只會隨風飄去哪裡就去哪裡 根本就是跟他基友紅海這個浪子一模一樣 雖然是這樣 但他也說了 這一刻他是有想斬的人 我想應該想斬的就不會是紅海 也不會是超人低難 也很大機會是Celebularu 結果Belialogu又覺得挺有趣 於是Jagula成功拿起把劍 上次Belialogu用達達之槍變大 這次就用Jagula no shu去巨大化 所謂的Jagula no shu 其實就是巨大植物的種子 這個巨大的古代植物Jagula 其實就是登場於Eludora Q的第四集 在故事裡面 本來就在地底沉睡 不過因為環境變化而開始再次活動 它的根部就是會吸人類的血 而且還會釋放出有毒的淪粉 於是你想切斷它的根部 又或者用火去攻擊 其實都沒什麼用 最後就是由人類博士研發出特殊的藥劑 才成功令到巨大植物枯毀 至於超人Z的片斬裡面 真的很喜歡用Eludora Q的怪獸 說回今集超人Z 姚輝也變身去應戰 對比起一代木 今次弟弟二代木 還懂得用閃光攻擊擾亂對手 然後楊子用2號機趕到現場幫手 還使出必殺技把所有能量集中在右手 這個必殺技的過程 真是十足十神之高特的爆炎神獎 首先彈出一個Logo 然後右手發出光芒 再用手抓住對手的頭 然後不停加熱爆炸 必殺技的名字叫做Windom Yoko Impact 即是Windom洋子衝擊波 不過作用卯似不大 只是令到Balossa Sejin變成爆炸頭 今集真是搞的搞笑為主 然後出完必殺技的Windom 就被人打到大破 於是超人Z就變身成為Delutarai Jinkuro 還好像很憤憤豬 眼睛好像超人Z出必殺技那樣 爆了紅黑電出來 其實也有幾分次鐵血裡的巴巴托斯 一直都是靠把劍去戰鬥的超人Z 終於有些比較亮眼的赤手空拳戰鬥 然後超人Z也集中力量去手道 打算出拳打爆Balossa Sejin 不過Balossa Sejin就很非癖地用洋子去威脅超人Z 超人Z只能夠無奈地放手任人如肉 然後Jagula和Balossa Sejin就一直看著超人捱打 一直在這裡聊天 原來Balossa Sejin也挺好姚輝 還說雖然覺得Jagula很有趣 不過姚輝他們更加有趣 然後就飛去姚輝 不過又走去問姚輝 你得到我想做些什麼 不過姚輝就回答他 其實不知道啊 但是很想借他的力量 Balossa Sejin就認為姚輝很不成熟 不過很期待他當他成熟的時候 就會有很棒的對手等著他們 最後尾刀的大忌 竟然是照出巨大的貝爺頭出來把敵人吞小 這下真的笑了 今集最後的畫面就是拍攝Celebrot 看來下一集又繼續搞屎棍了 今集可以說是玩盡高達的梗 例如Windum招必殺技 就好像神G高達的爆炎神像 接著出技之前的電腦畫面 就好像Double O的Toransum 至於超人Z隻眼爆光 就好像鐵血的巴巴托斯 還有聲優的關子一 最後順帶一提 這個Windum洋子衝擊波板的公仔 將會在今個月日本的機店限定推出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找怪獸王玩具問問 這次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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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